李将军 宋义回来了 谢谢李将军 你们继续发 诺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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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落平原人犬孝 带武归临落屠刀 大家好 我是二明国 宋义 原楚国另隐 勤灭楚后 陪着米辛流落人间 后来向梁副楚 召回米辛为王 宋义也跟着水长成高 这不最近张寒围攻巨路吗 老虎就直接达到了人生巅峰 被楚怀王任命为三军统帅 统领楚国各军团 前去解赵国与水火 这三军里呢 就有项羽的项家军 前面说了 项羽对宋义那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这越是反腾 老小子越要整活 大军离开彭城还没到一个礼拜 他就下达了军令 让大军在安阳镇助长 这项羽就不明白了 自己带兵的时候 连续行军半个月都是轻轻松松 按他这个绣正法 赶到巨路 还过菜都凉了 这范增想了想 不对 这里面有事啊 告诉继部 给我暗中好好调查调查 时间一晃就是47天 宋义依旧没有起兵的意思 这继部呢不负众望 真就查出了端倪 在这47天的时间里 宋义一共召见了三次齐国使者 具体谈什么不太清楚 范增点了点头 难怪他把大军扎在安阳 此地离齐国最近 他告诉继部 给我加大力度的查 一定要查出他们与齐国之间的秘密 这继部一抱拳 瞧好吧军师 军师 宋义带着圣诞的列队 出城了 发生了什么事 据末将打探 宋义是为了儿子宋襄 在其当宰相之事 已经交涉成功 他们出城 是要到屋檐 为其使者和宋襄送行的 范增眯了眯眼 这天堂有落而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啊 于将军翻身之日 到了 他让继部 马上把此事告诉项羽 这项羽听完 咬着牙嗅了 原来如此 这老小子借权谋私 是逼着我除掉他呀 告诉于子柒 等宋义回来 马上通知我 这过去了 能有一个多小时 项羽正在给士兵 发晚饭呢 于子柒 找来了 说那宋义送完儿子 刚回营赵 项羽眼角 一丝立色滑过 好 起身上马 就去了主帅营赵 这宋义忙回一天 刚躺下 迷迷糊糊 就看项羽进来了 老小子一脸假笑 是鲁公啊 怎么这么晚 项羽二话没说 手起刀落 人头就给他割了 宋义手机在此 宋义私下与其串通 据楚为己有 王义之情 传密诏给本家 据此 以将其诛杀 各位有没有异议 没有 请各位 拿出我楚人的器杰 与勇气 追随我项羽 重建我大楚的光荣 大虎 大虎 这搞定了军心 项羽告诉雅父 宋义虽然除了 可惜让宋乡跑了 范增嘴角一撇 干爹能干这种 养虎为患的事情吗 知道你这边要动手 我就让余子气 带人去追骑使了 追上之后不要多问 直接带宋乡的人头来见 这不 你刚砍了他老子 儿子的人头 就被送了回来 这项羽笑了 侄子莫过父啊 随后告诉季布 马上把宋义 谋反被诛的消息 告诉楚王 记住 一定要大张旗鼓 季布一点头 明白了 画面一转 鹏城的街市上 季布扯着脖子 宣告着宋义父子的反叛罪行 并且告诉百姓 楚王英明啊 查明真相之后 特派项羽将逆贼父子 就地处死 并且以人头示众 百姓听完 那是拍手交好啊 奸臣贼子 就该斩首示众 杀得好 等楚怀王收到信的时候 宋义谋反 已经坐实了 老小子咬着后曹羊啊 挤着难看的笑了 好 杀得好啊 寡人早就觉得宋义有鬼 今天于将军 替寡人分了油 必须奉赏 传寡人旨意 册封项羽为上将军 统帅各部 季布没有丝毫敬委之意 象征性的一抱权 陛下英明 如果没什么事 我马上回去 昭告三军 楚王让他别急啊 那什么 我换套衣服 送送你呗 季布一白手 没必要 你还是老老实实 做你的怀王吧 说完掉头就走 楚怀王嘴角挂着笑 眼里寒着泪 本以为向良死 自己可以翻身了 现在看来 不过是美梦一场 梦醒之后 依旧是那个 让人反胃的傀儡啊 他这边是满肚子憋屈 项羽可是神清气爽 经过几个月的沉溺 终于夺回了叔父 所丢的一切 命令储君各部 马上拔营 开网巨路 八分两头 项羽赶路不说 说说刘继 老伙计真被张寒料对了 都不用说剑指咸阳 到了陈刘 都打不动了 刘继这个仇啊 都说车到山前必有物 我的路在哪呢 这刚说完 哎 路来了 高杨如生 立即拜见配公 立即 什么事 我 比你年长 是来帮你指点迷津 消灭暴秦的 你呀 怎么能这么裹着被子 毫无礼貌的 接见一个长者 你到底要干嘛 帮你出主意 灭秦 我现在不想听主意 我想撒尿 我帽子 哎 他刘继虽说出身世景 但也不至于无礼到男人帽子接尿是吧 说白了 他想摸摸老头的底 自己好赖不计也是个猴 不是什么人都熟啊 都说辱生高傲 这老头要是真放不下身段 那就有多远滚多远 然后一扭头 把尿给我倒了 这给立即气的 转身要走 可是转念一想 不对 他真要是这样的人 不可能带这么大的队伍啊 老头把帽子尿端出去倒了之后 转身又进了屋 没等他说话 刘继开口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 老力也是实话实说 自己家境贫寒 但是爱读书 口才好 精通游说和纵横之术 有苏勤的才干 商扬的气魄 奈何一直没遇到民主 今天后言求见 是因为你的品格达标了 你可别催牛逼了 我怎么就民主了呢 老力继续道 其他军队进村 那是寸草不生 而你的军队不同 所到之处 对百姓秋毫无犯 能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 不是民主 是什么呀 刘继点了点头 行 算你面试过了 接下来进行比试 说 你怎么帮我 刚才不是自我介绍了吗 我的特长是游说 陈刘的县令 是我朋友 我可以说服他归降 让你兵不学刃的 拿下陈刘 那条件呢 以后跟随你的左右 陪你逐鹿天下 刘继笑了笑 跟不跟我后说 是骡子是马 你先给我溜溜看 老力一抱拳 瞧好吧 画面一转 陈刘现阳 立即用那三寸不烂之舌 从早上九点多 一直给县令洗脑洗到下午四点半 您猜怎么着 这县令没上任之前呢 就是搞传绣的 对立即的游说 不但不感冒 而且极度反感 要不是看在你我有些交情份上 我现在就命人杀了你 告诉你 以后别再给我提什么 流济民主 大秦无道之类的废话 知道吗 好 既然如此 于兄只有一句话 奉告 大秦 王 大人 都不许动 我想诸位 都不想当报秦的殉葬品 配公的大军 已经把陈留团团围住 要想活命 只有投降 配公 这他说的 你投降配公 看着不费吹灰之力而得来的陈留 刘继调侃道 你这游说之术也不怎么地啊 怎么还东上道了呢 立即摇里摇头 非常时期 非常手段 杀一人能就已成 值啊 刘继点了点头 说的好 就冲咱俩心中都有北姓 我封你为广野军 全权处理我军的外交事宜 立即抱拳拱手 谢楚宫 自家兄弟别这么客气 您老觉得 咱下一步该怎么走啊 老立微微一笑 咱打开封如何呀 刘继一拍手 英雄所见略同 就打开封 可是到了开封一看 不对劲 离他几十公里外 还有一股秦军 首领叫杨雄 如果攻打开封 杨雄在后面包围怎么办 想来想去 刘继决定 那就掉头 先打杨雄 毕竟这只秦军没有城池啊 把他拿下 再安安稳稳打开封 那说干就干嘛 这两兵一碰头 刘继有底了 别看到杨雄这名挺唬人的 实则指老虎 根本不堪一击 眼瞅叫拿下了 突然到南边又来了一只秦军 第一个发现的士兵扯脖子喊呢 秦国援军来了 赶紧撤呀 后方的刘继一听 我去他娘的就是这么背 撤吧 他这带人往回跑 刚才喊话那哥们愣住了 这伙秦军冲进战场之后 那是专挑秦军杀 弄的老伙计是跑也不适 打也不适 他这边是进退两难 人刘继已经撤回了大营 主公 来不及了 赶快逃吧 大营已经被秦军包围了 反快哥几个例子 拼了得了 刘继摇摇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爽 把配件一丢 换一副跑吧 刚说完 帐门被人打开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紫房秀 你这是 你是说 这身秦军的盔甲吧 你们能换衣服逃跑 我们就不能换衣服打仗吗 报 杨雄大军已被我军击溃 现逃往行仰 各部打倒战场 原地驻扎 诺 这对兄弟从配件一别 可真是好久没见了 俩人弄了点韭菜 来了个彻夜畅谈 当初张良离开刘继之后 回到韩国就立了一个韩王 奈何此王眼界短浅 导致自己的实力发挥不出来 收了几处韩国师弟之后 就有点发展不动了 昨天刷视频 看到你在攻打杨雄 我就申请出战 韩王老脸一扯扯 一死不想保 那我能听他的吗 偷磨带兵就来了 借着你们的势头 一鼓作气 干跑了杨雄 刘继点了点头 好兄弟 我就不跟你客套了 今天你帮了我 我也要兑现当初的承诺 帮韩国收复师弟 张良笑了笑 既然配工有心 良就不见外了 不过 我有件事要问你 楚王说了 先入官者为王 难道你真就只想做个王吗 我说紫房兄啊 王就不小了 咱那还惦记皇啊 对 为皇 以你的人品格局和眼界 绝对有能力冲击一下 刘继脸上的笑容 渐渐消散 心中一个更大的野心 慢慢滋生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老夫敬张将军一杯 老子 还有谁想对我动手 不过 不过